鬼童丸明白自己打不过陆生 连忙跳上罗承门拿出最终底牌 这是他千百年来的独门绝技 见己无量 他相信这一招下去可以秒杀陆生 但眼前只是陆生用未做出的残影 他的阵身已经绕到了鬼童丸的身后 瞬间无数把刀刃直接刺穿了鬼童丸 可鬼童丸虽然败了 但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陆生没有想到 就在鬼童丸拖延的这段时间里 安倍晴明就要重生了 羽衣胡已经等待这一刻千年了 他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布 名为叶的新痴魅王两只主即将诞生 此时京都的妖怪们都沸腾了 他们曾经的主人 那个最强的男人 安倍晴明即将回来 这千年里羽衣胡经历了太多磨难 不过对比现在一切都是值得 羽衣胡的身下出现一个巨大的婴儿 敖地藏是最开心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他的计划都进行得很顺利 而羽衣胡则被无数黑色缠绕 很快他就完成了美少女变身 陆生察觉到了要点 刚刚诞生的晴明还很脆弱 他还需要那些躁动的妖怪们保护 所以现在就是打败他的最好时机 他的形态还不完整 只要还有秘密切完和破军就能阻止他 陆生和幼罗四目相对 两人立马向晴明奔去 只是羽衣胡的手下盯上了他们 不过陆生也有伙伴 守无率先控制慈慕童子 其余的人也齐心协力 大家都在尽心尽力保护少主 不过战场顺心万变 狂鼓又带着荒库龙来找麻烦了 陆生知道这一战在所难免 提醒幼罗要跟上他的脚步 幼罗也下定了决心 现在正是他作为阴阳师保护京都的时候 另一边 秋房第一个站在了羽衣胡的面前 他怒不可遏 一手贫轨枪横冲直撞 接连挡下羽衣胡的好几条尾巴攻击 这一次他是抱着玉石俱焚的决心 为了正义 他绝对要赢 可惜双方实力相差太大 羽衣胡甚至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双眼一瞪说道 就在一瞬间那就秒杀了秋房 但是谁能想到 这竟然是龙二用世神制造的幻影 原来这不过就是他演的一出戏码 龙二完全拿捏了羽衣胡的性格 猜准了喜行研究的他会着急杀掉秋房 突然魔魅刘从背后杀出 眼看就要放出大招 但是羽衣胡的攻击是顺发的 直接一个大尾巴子将他扇飞 然后控制住了这个满口胡言的阴阳式龙二 这是怎么回事 就这点伎俩吗 你们也太小看羽衣胡了吧 龙二当然不傻 他完全没有想要跟羽衣胡硬碰硬 他的心里的算盘是 他背后的封印之柱 这一下是真的将军了 随着他咒语的念出 那根巨大的封印之柱 对准秦明精准落下 原来龙二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转移羽衣胡的注意力 难道羽衣胡的计划又要泡汤了吗 就连熬地藏也没有料到这场变局 就在大家以为大战就要在这里结束时 土蜘蛛突然出现 挡下了这根封印之柱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跟复活后的勤明 再大战一场 回过神来的羽衣胡怒不可遏 他恨不得瞬间剿杀这个诡计多端的阴阳师 可这个时候 无数把刀刃如鱼而至 瞬间斩断了他的尾巴 两人在空中对峙 一见面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陆生看着他 终于想起了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大姐姐 回忆起这个女人竟然是他的杀父仇人 陆生瞬间怒气直拉满 羽衣胡看着陆生也是老相识了 这正是他最厌恶的滑头鬼一族 那张猎人憎恶的脸还历历在目 无论什么时候 滑头鬼一族都在阻挠他统治天下的野心 羽衣胡愣了一下 脑海里突然出现了那个男人的身影 这是谁的记忆 就在羽衣胡思绪万千的时候 土之猪可不管这些恩怨是非 要打架就赶紧打架 大胆地打 放开手脚地打 有人拱火 羽衣胡也没有多想 立马掏出二尾之铁扇发起攻击 就这一下山崩地裂 陆生和幼罗都被瞬间打飞 现在的羽衣胡只想着清理掉所有的滑头鬼血脉 这样就再也没有人阻止自己了 陆生当然不会如他所愿 拔出迷迷切丸就开始反击 可是羽衣胡是什么人物 一下子就干碎了陆生的千把刀刃 黑田方提醒陆生 想要攻击羽衣胡 就不能用这种分散的力量 他提议 待会全力将他的胃 当作炮弹的话发射出去 陆生负责找出破绽 用迷迷切丸去攻击羽衣胡的本体 可是这样做的话 黑田方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两人目光对视 他们一瞬间内就定好了作战计划 其他人也在全力地控制直战局 就在这个时候 总大将也终于露面 他本来是想过来确认一下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居然又再次见到那张面容 陆生咆哮着把鬼城火力圈开 一瞬间内千万把刀刃扑面而来 虽然都被羽衣胡切开破解了 但是陆生也找到近身的机会 可惜羽衣胡早有所料 这一刀不但被他抵挡了下来 反手还拿出三尾之太刀 直直地劈了下去 这一下是重伤了陆生 可就要在他把陆生赶尽杀绝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突然想起那个男人 因为一时的恍惚 这本该命中的一刀 居然被陆生堪堪躲过 双方瞬间拉开距离 羽衣胡有点可惜 本来现在都可以吃到陆生的鲜血和心脏了 陆生站稳脚跟随后问道 陆生分明还记得 作为人类的他 那时候笑得很开心 这个问题让羽衣胡有点懵圈 这是什么意思 陆生不断地追问激怒了羽衣胡 他用尾巴刺伤了陆生 虽然作为羽衣胡你不会记得 但是作为人类的你 一定记得我老爹的事情 那天在漫天飞舞的花瓣里 突然羽衣胡又恍惚想起了那个男人 可是他很快就压制住内心的冲动 他在这一千年里转身过无数次 宿主的记忆 他根本不在意 此时总大将也确定了 羽衣胡的复活 是背后有人在暗中操控 为了帮助陆生 总大将把家里最能打的那一批人 都拉了过来 羽衣胡继续攻击着陆生 接连的砍击让陆生有点招架不住 最后一刀甚至将他击在了木桩上 单枪匹马 陆生并不是对手 很快他就被羽衣胡给控制住了 这是最后一击了 就在羽衣胡要得手的瞬间 他突然看到了那段记忆 是本体的记忆 这些回忆让他瞬间迷茫了起来 诱罗抓紧时机 对着羽衣胡就是一发水炮 羽衣胡连忙开扇抵挡 可还没等陆生逃跑 佑罗就被人从后面锁住了 好在魔魅流及时赶到干掉了敌人 这个家伙是真的很 为了保护佑罗对自身进行了改造 在身体里注入了强大的雷兽 现在的他与敌人对峙着 就在这个时候 秦明终于完成了回魂术 陆生他们终究没能及时阻止 眼看羽衣胡要走了 陆生却还想说什么 但是羽衣胡认为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一切战斗 都不过是秦明复活前的 余性节目 随着秦明复活 羽衣胡这千百年来的记忆 正在苏醒 那些记忆全部映射在 一夜的碎片上 在这期间 他的愿望多次破灭 四百年前本来就该完成的愿望 却被总大将阻止了 现在他把怒火 全部发泄在陆生身上 两扇尾边 陆生根本无力多藏 这下是真的结束了 陆生的话语 让羽衣胡镇住了 原来羽衣胡的记忆里 真的夹杂着那个男人 他看到了自己 刺失二代目的记忆 瞬间头疼欲裂 佑罗抓住这个机会 想要补刀 结果被佑衣胡发现 并进行了反击 幸好龙二替他挡住了 这波伤害 魔魅流也紧随其后 他要保护佑罗 这是自爆式的保护 佑罗趁机开启破军 发动了列祖列宗炮 这一炮的咒力 直接控制住了羽衣胡 陆生也提起刀来 没开而渡 历史再度重演 陆生狠狠向羽衣胡斩去 这一刀不仅重伤了羽衣胡 同时也唤醒了羽衣胡 这具身体本体的记忆 陆生震惊了 羽衣胡的灵魂破体而出 他不懂 为什么自己挑选了 那么久的完美容器 现在却在排斥自己 他忽然回忆起 从复活开始到现在 这一切的 都是敖地藏安排的 难道是敖地藏 在他复活的时候 动了手脚 敖地藏不可置讽的奸笑 毕竟他的主人是秦明 羽衣胡好像明白了什么 瞬间 众人都看向这个 已经复活的秦明 羽衣胡头痛欲裂 就像火烧一样痛苦 没想到这个大孝子 大方地承认了 这些计划 确实是他 从地狱发出的命令 但羽衣胡也没有生气 只是抱着秦明 诉说着这千年来的思念 结果还没抱到十秒 秦明就已经开启了地狱之门 这是他千百年来生活的地方 然后他放开羽衣胡 一股强大的吸力 把他扯了下去 这是秦明逃脱地狱的夜暴 现在全部都转移到羽衣胡的身上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 他要替他永生永世地承受地狱之苦 秦明没有正眼看他 从现在开始 他将没有任何拘束 以最巅峰的状态复活 京都妖怪们狂欢 那个最强的男人终于回来了 奥地狱也在狂欢传说之主复活 路生怒不可遏 这些都是你们搞的鬼吗 土蜘蛛看到自己的老朋友复活 也非常亢奋 上去就是一顿亲戚的问候 千年阵导市 千年阵导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